市長,我想學校辦理交易儲蓄戶跟一般的勸募活動是不一樣的 對社會大眾應該更具有更加的公信力跟正當性 本期所說的應該是合理跟正確嘛 正確 沒有錯嘛 那就整個條文針對第十八條規定,其實我有一些看法 目前的內容,學校有下列清清之一者 由學校主管機關儲薪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並令其限期改善,藉其未改善者得暗示處罰 情節重大者可以廢止其募款許可 這個第十八條的規定 我認為這是有一點比較消極的做法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教育的有更加的公信力跟正當性 那我建議應該要如果違反相關的規定 這個當然予以處罰我覺得應該的 但是要怎麼罰呢?我覺得如果廢止這個勸募最終權益 受損者還是學生本身啊 受害的還是學生本身嘛 因此我覺得適度的提高罰則以及暗示的累進 懲罰 甚至呢如果有違法事宜 這個移送 我覺得這必要的一個態度啦 而且我們不是用一個廢止啊 我就廢掉就好了 那個是萬不得已 我覺得你這種就是說我收了之後 如果違規了我不當使用 我頂多就把它廢掉了 那 沒有沒有情節重大 那 我覺得這對社會大眾 對這個學生這個影響更大 對於整個對於政府的公信力 學校的公信力 而且最重要弱勢孩子 如果因為學校亂搞胡搞 那你就是只有一點點小罰則的話 那頂多就廢掉了 那這樣的一個處罰 我覺得是過輕啦 是消極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個區塊 我們是可以再進行討論的 是的 另外啦 這個針對啊 第四條 我們學校勸募所的金錢 專用於補助經濟弱勢 學生之學費雜費 代收 代辦費 參費 還有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不得挪作他用 不得挪作他用那個句 那那個詞句我覺得 是不是能夠 能夠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彈性 因為我們知道 在學校嘛 學校現階段 你只 你你你你只這個限制在於 學費雜費 代收等等等等嘛 那再來 你有一個什麼生活費 教育相關生活費 如果啦齁 能夠去把它很清楚定 就是說 不得用於 與經濟弱勢學生 無關之支出 是不是他的彈性能夠更大一點 齁因為他本身 那主角是學生嘛 尤其是弱勢的學生嘛 齁我我我這樣的一個看法跟建議 就是讓他第一個 彈性變大 第二個呢 他使用者還是學生本身嘛 齁是不是能夠做這樣適度的調整 這個 市長你的看法呢 等一下審議的時候 如果委員做成決議 我們都會尊重 所以本席的建議 基本上市長是是支持的 精神上是支持的 沒有錯嗎 齁 委員這種是正向的啦 只要用於經濟弱勢的孩子 齁 不過我們第一條是 就學啦 以就學為標的 所以剛才提到的那幾個項目 都是以就學為考量 那如果要移做社會福利或是什麼 如果等一下有決議 齁 我們教育部是不反對的 呃市長我想齁 剛剛從上午到現階段 其實我覺得 呃現在整個條例 整個精神內容問題並不大啦 我們的主角就是學生嘛 讓學校有更多的 這個資源能夠來協助學校 整體的發展 那當然最終啊 照顧學生嘛 齁為主要的主軸 但是呢 我剛剛聽到那麼多委員的質詢 其實部裡面並沒有準備好啊 並沒有準備好 也就是說 現階段到底花了多少錢 他的功效怎麼樣 剩下多少錢 哪些學校受惠 哪些學生受惠 來講 部裡面這個區塊是 模糊糊啊 所以給我們委員會的資料啊 就很簡化 除了 那有三萬多個學生受惠 就這樣而已 剩下多少那個地方 我們99 100 101 現在還沒有數據嗎 不日之內會統計出來 對嘛 這就是一個問題點嘛 我們今年是102年 10月份啦 請委員 請委員 多包容之處啦 所以我們統計到9798 就是因為三年的問題嘛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願意來加強啦 市長我想 部裡面還是沒有完全做好準備啦 我想這是事實啦 這是事實也不用再講啦 市長另外啦 另外另外 這個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失效的區塊啦 嘿 我想現在不管是輔導 不管是轉型 不管是退場 現在陸陸續續啊 因為少子化的因素 也有校季之間的競爭 等等問題啊 現在很多的失效面臨就是 呃 有很多社會問題出來啦 這個不是老師的薪水減薪啊 不然就是很多的一些 社會負面的新聞出來 那現階段失效 如果他一樣面臨這個 社友這樣的教育專戶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他呢 他如果還在發展的階段 我覺得是可以允許他勸募的 但是如果界定到轉型 跟那個 退場的這個階段的時候啊 可能就 要逐漸的加強他的一個 勸募的作為的一個降低 如果已經很明確要他退場了 恐怕勸募行為就應該終止 市長我想齁 現在問題最大的點就是 失效其實他 一直以來他的財務就是不透明 問題也在這裡啦 就是說到底未來他進了多少錢 支用了多少錢 怎麼樣用 或者說就你們現在相關的規定 就是說 剩餘的可以指定其他學校繼續執行 但是要如何去選定 繼續執行的其他學校呢 這個我剛剛還提到 我想這個問題啊 因為 我想部裡面過去長期補助 失效 你的公款 到底有沒有 沒有執行在學生身上 這個都很難說啊 搞不好會落入到私人口 在這裡都很難去查 因為 失效他本身的財務就不透明嘛 這個 財務都是經過一定的 依照會計相關法令在做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部裡面或者相關主管機關都有在這方面努力啦 所以我剛才提到在發展階段應該還可以允許 那麼在轉型階段 可能勸募的那個比例啊 可能就要遞減 那到退場階段啊 可能就要終止了 這些方面大家可以討論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回歸到問題的本質啦 我們的主角是弱勢學生 沒問題 是我們學校 那怎麼樣使用這個錢我們應該要妥當 要公開透明 應該 那相關的條例我覺得 要有一套非常嚴謹的規定 而且要懲處 如果真的有涉及違法 一定要嚴格懲處啦 另外 失效的這個區塊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現在 整體啊 那麼多大專院校 當然啦 這個少子化因素 這個高度競爭的因素 當然面臨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這些失效 這個這個 如果突然有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控管它 我覺得 培育人才真的沒有公私力之分 失效只要是健全 我們都應該尊重 簽譜條例也要適用 所以這一點 但是如果有不適法的行為 不管公私力 都應該糾正 所以我想 部裡面還是要針對啦 這三年半 將近四年的 這目前的整體的執行狀況 要深刻去瞭解 要不然你們不了解 你怎麼去做後續的督導 後續的督促 後續的整體的一個狀況的調整呢 謝謝委員 你不要說只是法 我要趕快通過 讓你們好做事 但是呢 做的事情的績效 好 狀況怎麼樣 你們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們怎麼樣去幫你們背書呢 怎麼幫你們這個法案能夠通過呢 我們互相合作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